原警在银行前拦截富人 因为他领了96万差点被骗 富人似乎不相信 还怀疑致父亲在骗他 年轻原警灵机一动 64岁的肖姓富人 日前收到诈骗集团来电 对方自称是台北市刑大大队长黄昭明 扣诉他涉及案件 不交出96万元公证费就会被罚办 富人不宜有他领钱 幸好被警方拦下 而事实上现任大队长是陈明君 黄明昭担任大队长已经7年前 现在是刑事局长 这回诈骗集团搞错名字 还是有人上当 杀骗集团乱枪打鸟 就锁定没注意新闻报道 以及犯罪宣导的民众 幸好警方及时拦截 才没让这血汗钱 变成后悔的眼泪 企业综合报道